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毛大士学 久违的开箱 今天带着我们的鱼乳 对我家鱼乳 又给你们拐了一个小美女 今天带你来玩一期开箱拆盲盒 这个是我爸的 这个是我爸朋友的 感觉他们包石头包的 比我包成品包的都要好 这么严实 冰种的黄匪 它在光底下它是透的 是的我看到了 然后它整个都是呈现一个黄色的感觉 而且它是一个蛮黄的状态 很有可能它的光只是外表有一层黄雾 它里面切开来很有可能是白的 这个小石是我爸的朋友 他很喜欢我那个雕刻的风格 所以它这个石头是寄过来雕刻的 所以这个我们先不切 以后可能会出一集视频来雕这个 那我们猜下一箱 这一箱石头是什么 就是那天晚上 我爸让我强行花钱的那一箱石头 传说中的厚僵料 翻肿翻舌的厚僵料 崔爷们来看一下 来自老爸的大理石 开箱 还说红代代 46块 堵葛的一天 被我老爹坑的一天 骗我玩堵石 我跟你说其实我是个堵二代 但是你也挺成功的 我家里有很多语言石 改天去我家个玩玩 好不好 好 带你回家救我妈 因为我之前玩石头都不花钱 白嫖老爸的石头 现在不能白嫖了 现在白嫖不了了 蜜石头差不多是4万多块钱 我和我老爸一起拿的 我占了一半 给它出了2万6 然后的话算到一块下来的话 也就是1千左右 它分大小和总水 有些小的可能就几百块钱 一两百块钱的也有 然后的话大的可能两三千的也有 就差不多合到一个均价1千左右吧 其实这种石头玩玩不比那些大理石乡 对吧 这个东西还能说不定就能博到冰种了 其实这种石头看皮革都是蛮牛逼的 随便拿一块都是打了流氓疮的 这是糯冰交杆料 看到没 虽然它是流氓疮 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 它是糯冰交杆料 为什么 因为我是 主二代 对 你是主二代 这个是一个飘兰花 糯冰飘兰花的料子 雕出来会很好看 嗯 很多人都喜欢飘花料 糯冰飘兰花 激不激动 激不激动 来自我老爸的大理石 又是父慈子孝的一天 父爱 这是满满都是父爱 我现在挑石头啊 我挑两块给崔友们切了看看注注信 切这个 那些太好的石头啊 像这种这种颜色特别好的 这是有点底色的 这种石头就先保留 我们切一个断口的给大家看看 断口的明显这个不太行 很一般又大 来开切这一块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皮壳表现 典型的厚就厚讲了啊 皮壳很薄 然后肿也不是特别老 但是里面基本都是满肉的 裂也很明显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就这么四条裂 冰肿看到没 冰肿 来我们沿着裂干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凉了呀 满裂裂太多了 这种石头一般切出这种裂就垮了 这种石头如果没有裂的话 就随便做什么珠子啊 无视牌啊 平安客啊 这些东西起货都很不错的 它这种东西起种水出来还行 但是如果切成这样子啊 可能你们看上去觉得 比那种大理石冰多了 水头也足但是没有用 所以这块是切垮的 毫无波澜 这种就要顺着大裂给它切 然后壁裂给它叼东西 这种东西如果叼完出来的成品 它也会是呈现一个落种 稍微带一点胶感的状态 再来一块啊 而且厚姜的料子它是什么 厚姜的料子和惠卡的料子差不多 它都是会裂比较多 如果切出厚姜的料子没有什么裂的话 它就已经长了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皮革比刚刚更老 皮革会呈现一种薄姜 稍微薄一点姜的感觉 厚姜的料子不是看光下怎么样 是看裂怎么样 厚姜的料子还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性 跟重彩票一样 就是它如果切出色的话 厚姜的料的色是很美的 都是那种带肿水的绿 我们看一下这个石头 这一块皮革表现比刚刚好的 能看到它是呈现一个落冰的状态的 看到没有 这些冰感比刚刚那个加 你看这是第二块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石头一切开来 你看它里面有那个 它有颜色发黑的地方 你看到没有 看到 这些都颜色发黑 但是这个东西就嫩空的 就它基本都是白的 所以这个东西一看它就是切长了 然后我们再打灯看 看到没有 这种冰感 对 这种冰感就很强 做出来就是冰种了 但是这种就不行 这种就是落种 里面结构挺多 是吧 所以仔细看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今天我们也不要太贪心了 就切两块 好吧 改天再切别的 其实切我自己的石头 我自己没什么感觉 主要是切别人的石头切款的 有一种 对 对 那我们今天一期就到这里了 好吧 今天就差这么多 这些石头先放一放 要慢慢来 里面还有很多好的 里面还有很多飘花的 然后冰感更强的 还有带色的 那我们可以以后慢慢给它切 如果今天一下子把这些全部切完 那我们今天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拜拜